我教大家看一下好了 小朋友對橘石呢 對鸚鵡螺有confuse的話 我們現場看一下 信玟哥你們看 中間有一個洞 一個洞 這邊這個氣管呢 有的在中間的是叫什麼 叫鸚鵡螺 一般的橘石的氣管呢 在外側你不容易看到 這樣大家懂了嗎 這個叫做鸚鵡螺 第二個事情呢 你看到這個凹槽 是對外面的 這是什麼 這是鸚鵡螺 如果這凹槽往內的呢 它是橘石 大家這樣就懂了嗎 你看我們一下 這個信玟哥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橘石 這凹的往內 那這個鸚鵡螺呢 它是凹的往外 這樣懂嗎 然後中間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化石 這是現身的殼 你可以看到這個氣孔 在這個中間的部分 其實很多的商家 包括這個所謂的博物館 都會搞不清楚 橘石跟那個鸚鵡螺 可是李總 它這個為什麼看不出來那個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非常厲害 這個石頭在石化的過程呢 跟旁邊的泥土已經在一塊了 所以它非常不明顯 那我們在玩畫質的人 就把它切 把泥土岩石都切進去 所以你看得不明顯 這樣懂嗎 那也牽涉它的價格 越清楚它的條紋 它的槍式 它越貴 它越不清楚 它越便宜 可是這個因為比較大 再加上上面有七彩 有沒有看到這旁邊有橘色 有沒有一點點橘色 所以這比較貴 所以你要看橘石 第一個要有七彩 第二個要大 第三個它的槍式要清除 我現場帶來一個 非常貴重的橘石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橘石 這個嗎 最大這個嗎 對 來 這個就是你說有那個七彩那個 對 來 我們 好漂亮 看畫面中 怎麼會有這種顏色 這個很像那個蛋白石 那個油彩的感覺 對 這是我收藏的 在加拿大的艾伯塔 艾伯塔這個省 在Vancouver隔壁 這一個省 對 出產全世界最貴的 你知道嗎 不只它是一個化石的收藏 而且它還是一種寶石 你把它做成珠寶的 非常可愛 清雪哥 你看這個蜻蜓 然後上面有彩 有沒有看到 有 你動的時候動靜之間 就看到蜻蜓的翅膀在飛 非常漂亮 你相信嗎 好特別 怎麼會有這種 這種要是 這怎麼認定 它是不是 它是那個 它是橘石還是說那個什麼 蛋白石 這個感覺起來 不一樣 第一個 它非常的薄 非常的薄 第二個 它是一種化石 它有年代的 第三個 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其實你仔細看 那個蛋白石它有氣孔 一個一個一個圓圓的 你仔細看到 有沒有 很漂亮 其實像這樣的東西 像一個螺的化石 它們高單價可以到1000多萬 這樣的一個化石 為什麼你的螺是薄的 這個螺是薄的 為什麼它的螺是厚的 這個是加拿大的 我剛剛講了 這完全不一樣產地 因為我有在收藏化石 我有一個化石博物館 這一件是產在馬達加斯卡 我還親自到馬達加加的北岸 這一件 對 在馬達加的這個西北 發現這個礦的 非常有名的馬達加斯卡 這是在美國的南卡跟北卡 South Dakota 會發現這樣的局勢 非常常見 你在美國買的話 這個化石很便宜 可是你越來台灣之後 它價格就比較高了 李總 那個恐龍蛋比較貴 還是那個鸚鵡螺的化石 橘子化石比較貴 橘子 因為橘子更久遠了 更久遠 而且呢 它要採班 好 來 好 那那個螺小姐 你收到這四件 它全部都是真的 我覺得價錢不重要 這個東西是一個化石 我覺得這個其實放在家裡 其實很特別 就天然的東西 就是很耐看 對 不過這個產地 你回去可以搞清楚 把它寫下來 很多人都... 我覺得這買得很棒 對啊 這個其實買起來不錯 因為最主要是你四件 剛好買... 如果是全部都一樣 對啊 它摸起來很舒服 而且光澤度也非常的漂亮 好 來 這個是四顆的 一個是橘子 一個是鸚鵡螺的化石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你看那個龍小姐 她什麼東西都買 你看 還有翡翠她也有買 來 這個翡翠在哪邊買的手環 這個是我們中華電信有個餐廳 那個餐廳裡面有一些空位置 我們的福利分會就會租給... 就擺攤 擺攤的話 就有一些外面的商家來做生意 所以這個就是... 你本來在中華電信工作 我原來是在中華電信服務 在中華電信 那時候大概幾年前的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20年前 妳這個很漂亮耶 20年前買多少錢 看起來還不錯喔 買3萬喔 那個時候我買東西 都不會比別人便宜啦 為什麼 因為妳不太會殺價 對 我不是... 那妳是好客人啊 我喜歡的話她說多少 那妳只有跟她買一個桌子嗎 還是還要買其他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跟她買 聽說她後來跟那個老闆 變成好朋友 到現在還有聯絡是不是 昨天我才跟她說 我今天要來上節目 裡面就有這個 她播出的時候告訴我 她還這樣子跟妳講喔 她沒有跟妳講說 妳趕快換一個 沒有嗎 她跟我講喔 我應該會開心 妳會開心 妳有覺得看起來怪怪的嗎 不會啊 因為當時候... 如果是A或就算了 如果B或現在還跟妳 人家跟妳聯絡的話 我在猜妳一定會去找人家算帳 對 怪怪怪的 我不覺得這個有什麼存疑啊 不過我跟妳講喔 就法律上面的一個條文 她過了20年的話 是過了法律最速期的 妳有沒有辦法去找她咬呢 那就請... 請專家給我一個答案 幫妳檢定那妳喊一下囉 請建價 25萬 哇 好厲害喔 3萬塊耶 對啊 又冰又透 天啊 買了多少 20年了 有了 這個大家很清楚嗎 它沒有很綠很綠 可是它也冰很透 而且非常很舒服 它的水頭 水好像快滿出來 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這一個真的很漂亮 這看起來不像20幾年的手桌 但是真的 妳買對了 妳應該很少帶吧 我現在怕它受傷啊 對嘛 這個妳現在要找 可能很難找得到 不容易找 真的不容易找 妳要請她吃飯嗎 感謝... 妳看那個買對手桌的話 不得了 買3萬塊現在賺20幾萬了 好 來 恭喜妳喔 好 這個賺不少 好 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牛 翡翠的一個這個金牛 牛轉乾坤的一個玉雕 這個也是同一個攤位嗎 不是 這個是跟這個同一個攤位買的 現在也還在玉市 也在玉市 也在建國玉市喔 也在建國玉市 能夠經營那麼久的話 我想它應該是有幸運的 應該是不錯啦 這一個牛很可愛 它的那個牛角的地方 雕刻雕得非常的不錯 然後呢 它的牛背上面的話呢 是一層綠色的 OK 妳為什麼買牛呢 家裡有人在數牛嗎 還是... 我們家裡... 天啊 它這個居然可以買這個價錢 多少錢 3千 3千 太會買了 妳這幾年啊 20年 也要20年嗎 對 差不多有那個... 我想想看 我跟你講 現在光是那個... 十幾年... 現在光是那個雕工都不只這個錢 我會買這隻牛 是因為我們家裡有一頭牛 我們家裡那頭牛 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一年他退休了 我就買了這隻 送給他 送給他 老公 然後呢 同時買了一幅畫 也是像這樣的表情 跟這樣的姿態 但是呢 我後來把那幅畫送給別人了 因為有一點點小小的狀況 怎麼樣小小的狀況 是說跟老公嗎 因為他退休了以後 我就去參加了一個美西團十天 就出去了 因為之前他的工作飛來飛去啊 所以他是不願意再斑波 所以讓他休息 那幅畫也是這樣子很大一幅 等到我十天回來以後 我發現我出去的時候 曬的衣服還在那裡 我出去的時候 我泡的一杯茶還在那裡 然後茶葉上也已經發霉了 我覺得那幅畫趕快送掉 要不然他會變得很懶惰 這樣也滿奇怪的 這隻還是牛啊 這隻還是牛 沒有那麼多的牛啊 你知道喔 有其形比有其零嗎 不過他現在也還OK啊 他現在還OK啊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您自己估呢 這個啊 同樣一個人大概 9千塊有沒有啊 9千塊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扭轉乾坤的玉雕呢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好 請接人價3萬 榮小姐 我覺得你真的很會買 你基本上除了第一個啦 反正這小小的無所謂 其實基本上你... 對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買對了 而且呢 有一個手鐲很厲害 買3萬塊變20萬 那個房子搞不好都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漲幅 買對東西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早期的時候呢 榮小姐她願意花3萬塊 買一個當時價格非常高的東西 但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一點都不貴啦 今天非常感謝榮小姐 來參加我們節目 謝謝你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來自台北的 王台欣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王先生 你好 好 來 王先生 你能不能先簡單告訴我們大家 你為什麼叫做王台欣 因為那個台是代表是說 我是在台灣 差不多新年的時候 所以我接近新年的時候生的 因為我是12月26號生的 這樣子 所以說取名字的話就是說 那個時候都是以這個 這個年...年節年輕來命名 其實我們看到 在您那個年代裡面 有很多很多台字 比如說王台什麼 或者是林台什麼的 還有叫台生的 大部分都是從38年的時候呢 跟老蔣那時候呢 我們移到台灣以後 那時候在台灣出生的 所以你是在台灣出生的 爸爸祖上是在哪邊 他是...我們是那個 媽媽是江蘇 爸爸是南京 所以你爸爸是南京一生 然後跟著老蔣他們過來 對 38年一起過來的這樣子 後來爸爸都是一直在軍旅生涯是不是 那軍旅生涯他有... 後來有退下來 退下來之後 有在台書給王永青當中文秘書 然後當中文秘書 後來退下來 然後他開始就是 研究他的古文跟他的著作 爸爸也寫過著作 對... 那出過哪一些書呢 可不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他有出過...我這邊只有... 他總共出過七種書 爸爸出的書很特別喔 爸爸應該是對這方面的話 是有研究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登迷的拆合作 什麼意思啊 拆登迷喔 對 這是裡面的拆 全部都是拆登迷是不是 以前光是拆登迷的話 可以出一本書 你看 好 另外還有一本 這個可能跟他的工作 就比較有關了 叫做什麼 《頑古閒談》 這個是爸爸的名字是不是 對 王術存 這是爸爸的名字 對 那爸爸是對於這個古董上面 有愛好是不是 有 然後除了這兩本 跟那個古玩比較有關係的 一個是玩玉所談 對 所以爸爸那時候 為什麼會對這方面有興趣 他聽說以前是念南京大學的 對啊 他南京大學畢業的 念什麼系的 這個我就比較應該算中文 那個早期能夠念到大學 那不得了啊 因為他有出過... 他也有出過書在商務印書館 另外一版書叫做... 叫做那個《倫與變送》 他應該是念中文系是不是 對...應該是 是啊 真的是念中文系 好 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所以爸爸後來是在光華是不是 光華那邊有開過玩店 開過店 對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那時候那個店裡面 珍藏的嗎 沒有 這本身是我收來的 跟爸爸沒有關係喔 跟爸爸沒有關係 那不能怪爸爸囉 這個是您的事情了 對 好 來 這個是什麼 能不能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應該算茶葉末的觀音品吧 沒有啊 沒有放茶葉末 這是放茶葉末的喔 這不是 不然為什麼叫茶葉末 因為它的色澤應該像 像茶葉末那個 那個扇魚的這個顏色吧 這種品種 這種右色的品種叫茶葉末 這種右色的品種叫茶葉末 好 來 那個佩宇 能不能告訴大家 怎麼樣看它的茶葉末 因為這種單色釉 其實大概在雍正到乾隆的時候 滿流行的嘛 那它因為它這個是 算是高溫的黃釉 然後它是一種鐵的結晶柚 那就是像在雍正的那個時候 燒出這種右色的時候 是會比較偏黃色的 那到乾隆的時候 這一類的又 就會偏比較綠色 對 他們是講說那個茶葉末 那個末的話是屬黃色 那茶葉的話是指綠色 但是我這邊看 是沒有看到綠色 這邊只有一個黃色跟褐色 對不對 那您是說到哪一個年代的時候 它會變成... 它用的那個右色的話 是變綠的 乾隆 乾隆的時候是綠的 對 所以它這個右色 它上面這邊有耶 它上面這邊反而有綠耶 你看 這個地方 它反而在這個圓的地方有綠色 我看一下底下這裡 底下這邊沒有 它這種鱱魚黃不會很綠啦 對 它不會很綠 它這種不會很綠 對 好 來 所以它有一點點要變的那種感覺 買多久了 差不多也有... 差不多有30年了 30年喔 對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買差不多900元了 你這個買30年了 對啊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特別看上這一間 因為我有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 就是爸爸有喜歡這個有沒有 我有到故宮去逛過 去逛過就是說 有看過這個上面的這個... 這個是故宮的是不是 對... 來 我們給各位看看 所以就看那個色澤 跟這個很相像 好 雍正的啦 那你是說他的一個色澤 跟你那個相 對... 那你這間那時候 買的時候爸爸還在嗎 爸爸那個時候 就還沒有在了 已經不在了 對 好 來 買...是買900了 你現在估呢 估的話應該算這邊吧 你的漲幅還滿驚人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10萬人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 年代應該不可考啦 年代不知道 還是也是雍正的 應該算雍正 算雍正啦 好 雍正年間的一個 茶葉末的一個觀音品 買入價格是買900塊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建議價 5000元 你是有漲價還不錯 為什麼 他這一件的黃色是 當然是類似那個雍正 茶葉末佑裡面的鮮魚黃 可是他這一件是 絕對不會到18世紀雍正的年代 因為其實我們在 就是坊間看到的 真正的茶葉末 其實他的右色其實是滿乳酌的 對 就是愛愛內涵光的那種 很乳酌的感覺 那這一件來講的話 其實光是從外面的右色來講 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幾十年的民國的公益片 對 已經是民國的 他這個清末都看不到 你剛剛講說那個濁濁的顏色 大概是呈現什麼樣子一個濁的顏色 我這邊有做一個手板 這個都是在我們故宮裡面的 幾個茶葉末的一個品種 那剛才我講的濁 就是像這個蛇皮綠的這種感覺 它的那個右其實不會很亮耶 對 然後就是... 所以你說那個黃 也不至於是這種黃是不是 還是帶一點點 有一點綠的感覺是不是 像這一個扇魚黃 也是故宮裡面的那個 雍正年間的那個扇魚黃 它的那個黃其實沒有 沒有這麼的斑斓 這麼的艷麗耶 對 它的那個黃其實 因為那個時候品種才剛出來 其實那個黃沒有很好看 對 是比較... 是比較算是內斂一點的 因為它這個比較不像是綠點 這個比較像是條紋狀 可是你用放大鏡下去看 它裡面還是很多點 對 它還是很多點 好特別 對 其實這個不錯啦 這個看起來的話 都還滿不錯的 這個放在家裡面欣賞 它都非常不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這真的就是爸爸留下來的 對不對 爸爸那時候開古董店 總共留了多少件的東西 說多也沒有說很多 然後你都沒有把它割愛出去 都留著是不是 那這兩件的話 這應該是一對 對不對 這一對叫做什麼呢 叫黑蒂樹三彩 什麼叫做黑蒂樹三彩 所謂那個黑蒂樹三彩的話 它上面的顏色的話 甚至有黑色 然後... 黃色 綠色 紫色 黃色 綠色跟紫色 然後它是黑底這樣子 對 這黑色的底的 對 素三彩大部分是白底 黑底的非常非常少 真的耶 它這個綠色跟... 還有紫色 你看它有紫色 這個地方是紫的 素三彩最大的特色 就是不用紅色 所以裡面看不到紅色 對 看不到紅色 來 我們看一下底部 底這個胎的地方 好像有老化的一個現象 那爸爸留這一件 留這一件很特別 就是爸爸在每一件文物上面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除了文物的本身之外 另外爸爸還特別 來 留下他珍貴的一個墨寶 那個王先生 能不能麻煩您幫我們 簡單唸兩句 這個是爸爸親筆寫的 對不對 對 好 來 您能不能唸一下 他特別把這一個 黑地素三彩的一個花瓶 寫了一個這個簡說在這邊 他怎麼樣說的 他說 金陵王素純寺 這個就是他爸爸的名字 他爸爸特別把這個 黑地素三彩寫了一個解說 而這個解說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引流哉說詞 那這個引流哉說詞呢 也是在這個考古界裡面 非常著名的一本這個 專門專說那個瓷器的一個 一本專書 這個爸爸那時候這樣子寫下來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這個 現在我們先不管那個瓷器 我光是看到這邊 然後我覺得光是這一個的話 我覺得都應該要把它表起來 這一件 那爸爸的那個文章上面的話 光是那個墨寶 我覺得它都有一個價值在 好 來 那現在我們就 不要...我們不要估這個 我們不要估這個說明 那我們就估這個瓷器的本身 好 來 那個王先生 您這瓷器的話 您自己估呢 花瓶呢 您自己估多少 100萬 100萬 好 來 佩永 可以 好 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黑地素三彩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